准备起飞 飞行距离一公里 好 飞手起飞 7月16日 武汉市水务局水汉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杨磊坐在指挥部里 调度三架无人机执行巡递任务 一声令下 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9楼平台上 三架无人机见次起飞 向目标方向飞行 同一时间 五楼指挥室内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实时传送至大屏幕上 杨磊介绍 今年入训以来 武汉市水务部门组建了一支无人机大队 参与到寻滴查险人员搜救等工作中 推出无人机实时直播平台 通过5G信号 实时将现场视频传回指挥中心 截至目前已运用1000余台词 其实无人机 其实这个东西不行一下 其实我们在16年 这个武汉防洪的时候已经用到过了 16年我们流战户分红 其实已经用到过 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同的是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飞手机现场飞 然后把视频考回来 考到我们的指挥室 再给专家领导去决策去观看 这个时间相对非常迟滞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就不一样 现在大家看到了 现在我们平台是实时的信号传回来的 杨磊称 在巡查效率上 无人机巡查半径在8公里左右 相比徒步巡查效率更高 肯定比人工去巡查 一个是在范围上 广度上 速度上会要考很多 我们今天跟网络不同的是 我们在各个选择周围 还不知道这个强选队伍和别聊点 如果发生了险情 专家迅速判断 马上给通知我们的强选队伍立马上 杨磊表示 下一步准备将多台无人机实时直播系统 纳入到智慧水务建设中 系统成熟后 还可推广到消防 应急 交管 城管等部门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今年入训以来 武汉接连遭遇七轮强降雨 总降雨量排名历史同期第三位 7月12日至13日 长江洪峰过近武汉 长江武汉关水位达到28.77米的峰值 成为由水文记录以来历史第四高水位 2002年建成的汉口江滩首次全面过水行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